大家看美國的兵推 其實可能很深奧 很不好懂 但是我從好萊塢跟大家介紹 大家就很容易懂 大家應該都看過復仇者聯盟吧 復仇者聯盟第二集多慘 所有超級英雄幾乎被消滅了 滅霸一彈一半都消失了 然後到了終局之戰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最後把整個滅霸打爆 打得非常難過 可是這些超級英雄有沒有受傷 鋼鐵人死掉了 這還得了 復仇者聯盟最強的鋼鐵人 最賣做的鋼鐵人死掉了 就表示這就叫做美國的戰略之道 所以我用好萊塢的片子 來告訴大家 你就知道美國人在做什麼了 對 所以美國人沒有那種凱旋勝利 美國人的勝利叫做產勝 美國人永遠在製造一種 叫做產勝 為什麼要製造產勝呢 為下一場戰爭打下勝利的基礎 來 大家來看 這個美國就兵推智庫 總共推了二十二次 那裡面有十八次都是產勝 有少數的四次 好像是勝的比較多 但是也沒有是非常凱旋的勝利 都是產勝 他說如果解放軍要打臺灣 那這時候美日會不會協助 他這個假設就已經講了 會協助 就是在美日協助下 臺灣可能會有哪些狀況 但是大家都會付出產動的代價 三方 包含了臺灣 包含日本 包含美國 我們都會付出產動代價 他說那解放軍 解放軍那是被打敗啊 不然兵推什麼 所以我跟大家講 第一個狀況會有二點二萬個解放軍 會成功的登陸臺灣的南部 為什麼不登陸北部呢 北部不好登陸嘛 對 北部很難打 所以有二點 他說 哇 二點二萬人 那你知道嗎 二點二萬人成功的登陸 在海上漂流 或者是不幸陣亡的解放軍 有多少 五倍 要五倍 五倍 有二點二萬人上來 就表示有十萬人以上來實施登陸 才會有二點二萬人上來 因為一比五 能夠存活下來是五分之一 所以假設有二點二 二萬人的解放軍 到臺灣的南部登陸 這幾乎佔了臺灣三分之一的土地 就好像是烏克蘭的盾內斯克 跟盧干斯克被俄羅斯佔領以後 然後怎麼辦 然後就開始要僵持 要持久 那麼俄羅斯大家記得嗎 我在分析烏俄戰爭的時候 大家講到俄羅斯在這些地方 被圍了以後補給進不來 他還有長近將近三十公里的 這個補給策略被截斷 導致整個基輔 整個卡爾克夫的俄羅斯的士兵 因為沒有補給而退打敗而失敗 那那只是一條路 這是一個海 就是一個海喔 中國把兩萬兩千個 這個解放軍送到臺灣的南部 請問他吃什麼 他喝什麼 他的車量要加什麼油 他的這個人員要在哪裡休息 他要在哪裡做補給 彈藥從哪裡來 那你說不會啊 直接從臺灣拿 你認為臺灣人被打敗以後 會把加勒服留給他嗎 當然不會 對不對 會把小七留給他嗎 我告訴你離開之前全部燒掉了 不會給你的 所以說這二點二萬人在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 沒有吃沒有喝怎麼辦呢 補給不足嘛 沒有關係 中國有強大的飛彈部隊 所以說在二點二萬上來之後呢 我就狂轟爛炸讓你臺灣投降 那這二點二萬人也炸死了 對不對 難道飛彈長眼睛嗎 看到攻在南部的解放軍 那個飛彈就啾轉彎 就打別人 一起炸死 所以說再加上他的飛彈不足 要打臺灣的飛彈 都是短程的 這叫東風十五 東風十六 就是這一次 設在這個地方的那些飛彈 那中國這些飛彈有幾發呢 大概四百發 那你第一次要讓你的二點二萬人登陸 你可能已經浪費掉一百五十到兩百發了 你只剩兩百發 那你還要扣掉妥善率不佳 不能發射的 對不對 你要支援他才剩不到一百發 要怎麼打 所以美國就講 彈道飛彈不足 沒有辦法反制強大的日本跟美國的海軍空中來的飛彈實力 你也沒有辦法反制 所以說這二點二萬人在這裡會變成孤軍 會變成孤軍 所以說這是第一個 那但是呢 大家說那這樣不是很好守 對 還沒講完 大家可以看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在這段時間所製造 在九六台海維基所製造的飛彈 你看包含了有陸艦二型 這叫什麼 這叫做野戰防空 野戰防空 就是我在陸軍跟著我戰車跟著我的部隊走的 他是野戰防空 他可以守住所有進程低空的飛彈 還有什麼 有天空三行 這就是中程的防空 就是你從中國大陸打過來導彈 我可以把他攔下來 就是中程 然後當然呢 還有反這個反艦的包含了雄蜂 一型二型 還有雄身 這都是打打船的 就是你這些船隻在那邊擠一擠我就要打了 所以才說他後續的補給過不來 因為我們有雄身 我們有雄蜂 最後這是什麼反制飛彈包含了萬艦 包含了無人機的攻擊載具 這個就可以直接打源頭 所以說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飛彈 讓登陸怪的這個中國的解放軍 他來得了去不回不去 也無法達成任務 所以說在這個狀況呢 地面即使登陸了 也沒有辦法控制台灣 這就是現在美國兵推 但是好的在前面 慘的我來說 美國說雖然我們擋得住 但是我們在幾次的兵推裡面 美國在四個禮拜裡面 會損失九百多架戰機 九百多架戰機 很多對不對 很多 中華民國現在加起來不到四百架 他就這次戰役裡面 光是美國就會失去九百多架戰機 關鍵來了 約佔海軍和空軍庫存的一半 大家心想很多對不對 重點來了 海軍和空軍庫存 是庫存不是現役 你知道現在美國的空軍 有多少架飛機嗎 五千四百架 五千四百架 海軍有多少架嗎 三千七百架 庫存的一半 庫存的一半 所以美國人很厲害 好慘喔 你看 庫存的一半 那還是很慘 那但是解放軍會怎麼樣呢 解放軍兩棲的艦隊 跟美日的飛彈艦隊 大量的摧毀會損失 這是解放軍喔 會損失一百五十艘軍艦 那現在中共總共有多少艘軍艦 大約四百五十艘 就是三分之一不見了 而且這重點還有更慘的喔 這不是軍艦而已喔 他說美國也會也會失去兩艘航空母艦 兩艘航空母艦 很大喔 一艘上面都上千人的 所以美國會失去兩艘的航母 然後重點來了 我失去航母對不對 我告訴你 解放軍失去的是基地 整個基地 對 就像我們到野外去 你發現虎頭蜂飛出來 我打死兩隻虎頭蜂 那有什麼了不起的 虎頭蜂兩天又生出來了 重點呢 你拿晚上用蚊帳 把虎頭蜂窪摘一下 回去泡酒 我告訴你 這個虎頭蜂窪就消失了 至少幾年之內不會產生 所以他是什麼 整個解放軍東南沿海的基地 將被美軍轟炸 就消滅了 整個蜂窪都沒有了 那個建軍要多少 五十年 五十年 你一個東南沿海的海軍 綜合保障基地 如果被消滅之後 你重新整理過 重新建立戰力 五十年 要五十年 五十年 我一次都把你殲滅了 所以這都是關鍵的密碼 但是呢 美國的國防部 或是這些智庫 到國會去提報的時候 國會心想 不得了啊 一般的飛機不見了 不得了啊 我們兩艘航航母艦 戰鬥群不見了 這還得了 所以呢 顯示在大多數數量之下 就告訴你 臺灣是可以在美國跟日本的協助下 擊退解放軍 但是呢 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很慘啊 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啊 就跟復仇者聯盟一樣 第二集全部被消滅 第三集出來之後 全部把大反攻會勝利 可是代價很重 那好萊塢的目的是什麼 希望你們進電影院來看電影嘛 我才有收入嘛 這樣才這個劇情才曲折嘛 那整個美國智庫兵退的目的是什麼 經費不夠 人員不要再裁啦 多過一點經費 讓我的國防預算再高一點 不要再裁我的海軍陸戰隊 多讓我們再做多一點的戰機 一次就銷到一半了 航空母艦不夠多要再多 飛機五千多架不夠多要再多 我的陸戰隊人不多要再多 這樣才可以維護世界和平 大家懂了嗎 美國的軍人真的很聰明 事實上我們回來看 當時在八月四號軍演的那一天 其實你看之前他是不是宣布說 有六個所謂的超遠區 分別在臺灣的這個北部有兩個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西部 還有這個所謂南部 甚至東部有一個對不對 可是你記不記得四號的時候 他說要臨時再增加一個 而且那個其實是在原先 東部的那個超遠區的 在裡面靠近臺灣這一點 但是也因為他增加那個區域 現在被發現到說 其實國軍不是完全沒有作為 那五個小時可能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驚饕 駭浪的五小時 真假 好 首先我們先回來 看到這一張圖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臺灣有一個非常強大的雷達 叫做樂山雷達 樂山雷達號稱它增收的範圍 將近達到五千公里遠 如果從這個半徑 再回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幾乎涵蓋 整個中國大陸 所以過去大家一直講說 新疆那邊我都掃得到 可是事實上因為樂山雷達 它本身所在的這個位置來說 它其實有一個所謂的 雷達的防禦死角 也就是在這一塊的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它不是一個全員型的 從這一大塊 其實將近有120度左右 在那個角度 事實上是樂山雷達 它目前沒有辦法徵收到的 所以你知道在共軍演習之前 事實上我們的海軍 就已經把既得艦 派到海上去了 而且把所有在東部這一區的 這個能夠控制 調控的這個雷達 基本上功率都開大 而且就是在徵收 要補什麼 補這個死角的位置 你會發現到為什麼 我們會在這件事情上 那麼緊張 我先讓各位回到這一張圖 這是在今年4月20號的時候 我們過去都講說 共機不是有很多時候 都會在我們ADI 西南方這邊襲擾嗎 對 4月20號這張圖 其實有點特別 為什麼你看到這個地方 有另外的共機 從這個位置 經過了西南方 繞過了巴士海峽 到了我們的這個 東部的這個地區 對 問題就在於這張圖上面 當時穿過了叫做 轟6的這個所謂的轟炸機 以轟6來說 中國大陸其實把設定為 不只叫做航母殺手本來講 他自己本身也攜帶有導彈 那問題就回來 你把這兩張圖拿回來對照一下 當熱山雷達的死角 出現在這裡 如果今天共軍要進犯台灣 不是從他的中國大陸的本土 發射飛彈 而是從這個地方 發射飛彈來攻擊的時候 熱山雷達有辦法偵測到嗎 又可能沒辦法 他就繞到熱山雷達的死角 沒有在背後了 所以為什麼在那個狀況之下 我們要擔憂是說 有沒有可能從這裡發射 所以你看這不是一個假想的想定 而是之前在四月的時候 共機其實轟6就已經飛到這裡 而在這裡對我們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我們的加山空軍基地 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到 這張圖裡面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這是我們的花蓮基地 這個地方叫做加山基地 其實我自己本身到過 這兩個基地去參訪過 你從加山 從這個所謂的花蓮基地 然後一直要到這個所謂的加山基地 其實要經過一條很長的 這個所謂的連通道 那個連通道真的非常長 而且非常寬大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戰機要從這邊 進入到裡面去 他也預防就是說 如果跑道受損的時候 這邊可以做起飛點 這邊連連通道也可以做起飛點 可是你會看得到的是 來 我們給各位看 各位不要太擔憂 但是我真的覺得大家要緊張 你知道為什麼嗎 現在我們在上面 所出示的這三圖 是在中國大陸的網站裡面 是在中國大陸的網站上抓的 所以他們其實找把這些地方 用衛星的部分 用雷達的部分 用很多拍的方式 通通都拍得清清楚楚的 你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加山基地的那個洞口 加山基地的洞口 有幾架飛機你有沒有看到 排在這個地方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對加山基地的概念 是這樣 當戰爭發生的時候 我的空軍要保存戰力 保存戰力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加山基地 那我們把戰機放到裡面 有人講說有八十架 有人講說有兩百五十架 數量我們不在這邊 正式的跟大家講 但問題是你就會發現到 如果今天加山基地 這邊遭受到空擊 而我們的戰力保存 是放在加山基地裡面 它毀掉你 那就代表什麼 如果我們的空軍 因此而這樣戰機被封在 這個山洞裡面 或者是因為這樣被摧毀了 我們的空憂就不見了 對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再給各位看一個近海圖 你看從這個圖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到加山基地跟花蓮基地 基本上就是在海邊這個位置 你對到這裡來 剛好就是在我們講的 那個防禦死角那裡 就是在死角這裡 所以這整件事情 其實也凸顯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過去在所謂的 這個對敵的這個假想的概念 因為傳統早期 我們都認為說 西部的這個地方平坦 如果它要登陸攻擊的時候 它基本上 我跟你講要搶它就從西部 所以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還談過說 我們西部沒關係 不要擔心我們不是有那個兵 以那個快速道路嗎 西兵快速道路 都有很多高架 所以在地上可以唱戰車 如果真的有事 就是地上就放下去 它就變天然的屏障 那你爬不上來 可是你從這張圖 你就會發現到 共軍如果今天真的要進犯台灣的時候 早就已經不是局限在 所謂的西部地區了 它有能力往東部走 第一個跡象 其實就是很簡單 它現在不是兩個航母艦隊成立了嗎 航母艦隊本身來說 它就可以把它的殲-16的戰機 其實就帶到另外一個地方 從這些地方起飛了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 轟-6的轟炸機 它基本上已經告訴你 我可以繞行到這裡來 不要小看這個威脅 為什麼 轟炸機不用飛得特別高 它也可以在它最低的高度 對 那你對於很多雷達或徵收來講 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接下來變成是 我們在東部防禦這一塊 要特別的小心 所以你看到畫面上的這一個 這個是老公他一直在研發 事實上國外有很多 所謂的氣墊船或氣墊艦 艦的概念就比較大 船的概念就比較小 艇的部分就更小了 那你可以看到畫面上這一張叫做 野馬 這個解放軍現在叫做野馬登陸氣墊船 這個氣墊船本身來講 如果以搭載兵力來說 一艘氣墊船可以搭載80個 全副武裝的海軍陸戰隊隊員 當然如果你不裝人的話 因為他有載重的限制 他也可以載他的這個主戰探科 但是我們就光進來看 這個一艘海馬氣墊船 可以帶80個人 以中國大陸現在在建造的 所謂的071的這個叫做 綜合登陸艦來說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艦的後面 有個小開口 這個小開口裡面 其實就可以放什麼你知道 這個所謂的野馬登陸氣墊船 你說這個小開口裡面 它上面還可以在直升機 這我都不算他的空中武力 我們現在就光只講這一個 他真正要放的時候 這個肚子裡面藏幾艘你知道嗎 四艘 可以放四艘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概念來看 這一艘綜合登陸艦 登陸艦只要一艘 裡面是不是有四個野馬氣墊船 對 每一個野馬氣墊船 上面有80個人 所以這一艘如果要載海軍陸戰隊 這個艦可以載8432 320個海軍陸戰隊 以中國大陸來講 目前他的林青一的綜合登陸艦 總共帳面上的數字 他有多少艘你知道嗎 11艘 如果他今天真的要發動 對台攻擊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講說 我派五艘 那一艘上面320個 五艘就將近1500 1600個 那你會說不對 不要擔心為什麼 我們東部是沿岸地形 因為我們以前防禦不是都是西邊 因為他方便平坦 都是沙灘 重機具可以進來 我剛剛為什麼特別沒有特別去講說 他的這個重機具 我特別強調人員 因為以他的野馬氣墊船來說 當時中國大陸在設計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講 我希望他能夠應付全地形 你從這張圖來看 對 這個叫做沙灘地形 如果是沙灘地形的話 氣墊船有個概念 就是第一個他吃水不深 再來就是因為他靠後面的兩個大電風 這兩個大電風扇 他靠兩個大電風一直跑 所以他吃水不深的這個狀態之下 他又是這個下面又是平底的 所以他最適合做什麼 做搶灘登陸 也就是我只要有平坦的地形的時候 不用再到港口去了 我只要有沙灘直接沖 直接往上沖 沖上岸之後人就進去 你會說西部好危險 東部不要怕 因為東部我們是沿岸 好多石頭 你怎麼沖 都大石頭 我給各位看這一張 這是沿岸地形 他怎麼做你知道嗎 很簡單 我把這個氣墊船 開到這個沿岸地形的上面旁邊 我這邊架板子上來 因為氣墊船的高度比較 那你想想看對我們來說 過去認為在短時間內 你要從這個進攻方向 要有大量的機載距 但是如果我用小部隊的突襲作戰 我直接繞到東部這個地方去 我一次放個一千個人進來 你覺得對我們來講 你整體的海岸線防守要有多長 所以為什麼講說 這個所謂的關鍵五小時 其實不只是代表 它的飛彈的問題而已 它其實也暴露出來 就是我們整個在東部防禦裡面 以前大家強說 熱戰雷達好棒棒 熱戰雷達我老實講 我到現在也認為它很棒 還真的是很棒 但是我們真的有這個死角的時候 其實在8月4號的那一天 很多人沒有看到的是 國軍整體高度的動起 尤其在東部海域這裡 幾乎是陸海空 全部都發動了 而且萬一那個時候 如果中共發射飛彈 是朝我們的這個死角的話 那真的不得了 對我們的空軍基地可能就毀了 要聊兵推 要先講一些內行的話 兵推英文叫 所有的兵推設定的條件 我們軍事術語叫想定 非常重要 那它才會導致一些結果 來做重要的建軍治軍的參考 所以我們在談CSIS 它這一份兵推 我聽他們說是大概是九月到十月 會完整公佈版本 目前我們看到都是局部揭露 那這個兵推呢 是他系列二十二個兵推的 第十七項 第十七項呢 他設定的時間呢 是二零二六年 中國武力犯臺 美國跟臺灣的聯手 結論是可以擊退中國 但是代價高昂 那代價在哪裡 我待會會講 那這個兵推全場推了多久 七小時 設想的戰場是三週的戰爭時間 然後呢在這裡面呢用了很多電腦的部分 還有實際的我們講棋盤 跟軍旗在做推演 那我們就來看想定了 他的想定的第一個部分是 把二零二六年 所有臺灣 美國 日本 中國 可以列裝 也就是裝配的武器 自己號稱的性能 通通把它放進去 那你要曉得 美國跟臺灣跟日本 我們有什麼裝備 我們會造實講 我們的裝備有多厲害 我們會說誰講 中國二零二六年會裝備的武器呢 會隨便講 他的戰爭的效能 他的武器 像他的殲二十 這幾天不是說有出來 我告訴你根本沒有出來 根本沒有出來 他沒有出來 他就會說你看 我是隱形戰機 你看不到 看不到 沒出來當然看不到 他號稱的武器的效能 國際功能的會誇大 這次俄乌戰爭就看到了 所以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他自稱 擁有什麼樣的裝備 這裝備二零二六年能夠列裝 他有什麼樣的戰力 通通把他放進參數裡面 那第二個呢 他第二個設定很重要 你看到美臺是在不知道的狀況下 被中國發動第一級 你說他偷襲也可以 說他騎襲也可以 他第一級是打哪裡 你知道嗎 打沃克奈娃 沃克奈娃 打美軍 也就是中國是發動第一級的 在這個 在這一個兵推裡面 然後呢 另外呢 美國你看他這邊講 美國呢 在這件事情上 他給他的一個條件是 歐洲發生事情 所以美軍在歐洲被纏住了 減緩在亞洲地區增兵計畫 在不注意的狀況下 增兵計畫減緩下 台灣呢 也被纏住了 台灣被中國的假錯信息 以及內部的作亂者 讓你無法第一時間精準的判斷 簡單來講 他這個兵棋推演對美臺的設定 就是第一時間 你搞不清楚狀況 你等於被第一級打懵了 所以呢 他在第一級的時候呢 另外他有設定一個 就是台灣呢 跟美國除被綁住以外呢 第一時間 共軍相當順利的 他發動火箭 把美國的關島基地 沖繩基地炸了以外呢 解放軍利用他的兩棲 登論能力呢 最後有兩萬兩千名呢 爬上了台灣的南部 從我們家那邊上來 然後登陸之後呢 迅速的佔領了台灣南部 三分之一的土地 到這個部分 我們被偷襲了 美國的航母被炸掉一艘了 基地被炸了 好多F-30速被炸壞掉 這個想定是這樣子 所以就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可是接下來呢 開始事情有改變了 接下來進入下一個階段呢 台灣跟美國 中國用我們的反艦飛彈 暗置型飛彈 潛射型的飛彈 以及從美軍的 這個戰轟機丟出來的飛彈呢 大量的消滅了中國 最脆弱的一環叫做兩棲運捕能力 那中國現在要把軍隊載到台灣來 他的兩棲軍艦是不夠的 他還要用大量的民用船 還有滾輪式貨輪 才能把人載上來 那第一批是你在不管打乘多少船 最後兩萬兩千人上來嘛 我曾經講過 不管多少人上來 你一定還要第二周波 送武器 送彈藥 送更多的人來 他第二波送不上來 送不上來 被打掉 所有船港口都被毀掉了 所以在這裡開始進入了 進入到第三周的時候 他六周的戰爭嘛 進入到第三周 開始障礙改變 中國的飛彈的數量不足以消滅美日的反擊 不足以壓制美日的軍力 而台灣的軍人在台灣的本島 把三分之二的土地有效的控制以外 恭喜台北人 你們好 台北首都圈從頭到尾 都在台灣軍方有效的保護下 都沒有 共軍打不進來 共軍在南部就停住了 運輔上不來了 然後開始全面反擊之後 幾乎中國所有的港口 兩棲相關的運輸能力 通通被摧毀 所以在這個兵推裡面呢 我們看到結論說 我們看到很多媒體會說 美國損失九百多架戰機兩艘航母 然後解放軍兩棲艦隊大量摧毀 毀損一百五十號 他一半的軍艦都被摧毀掉 民用船還沒算到 然後解放軍東南沿海基地 全部被美軍炸光了 事實上他重要的結論是告訴你 這個兵推在這樣子把台美被偷襲 沒有準備好 然後我們的資訊不對等的狀況下 大多數的狀況顯示 臺灣的軍隊都有能力 擊退入軍的入侵的共軍 第二個結論是 臺灣的基礎設施 駐太平洋美軍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但第三個結論很少人講 其實最重要第三個結論是 中國也要付出很慘痛的代價 而且不會贏 不會贏 付出慘痛的代價不會贏 所以在有關這次CSIS 透過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華爾街日報揭露出來的二零二六年 臺美合作的軍推 他標題才會寫 臺美聯合擊退來犯的共軍 而他在兵推的設定上 我們一定要想 他給臺灣跟美國是最嚴苛最差的狀況 然後給中國 他講他有什麼戰力 通通給他放進去 而在這樣子的兵推 三個禮拜的戰爭 七個小時的兵推下 臺灣守住了 共軍來犯的被殲滅了 但我們希望戰爭不要發生 兵推其實是作為建軍重要參考 在這個整個參考裡面 我們就發現這幾年臺灣的建軍 走的方向是對的 我們投入大量資源 把我們的暗置飛彈 提高存活率 提高量 而這個存活率跟量 又可以打到敵國的境內 嚇阻對方兩棲運輸能力 所以在最差的狀況 我們的國家還是我們的 那中國付出代價之後 他還不會贏 不會贏還損失慘重 所以臺美在這個兵推下 我們有看到很多 我們值得改進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中國的 中國看清楚就是 不要鬧事 鬧事 損不了 損人不立即 損人損多少 我們不知道 但是絕對不立即 第一個 楊榮文這個講法 我覺得是有點言過其實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佩洛西 來臺灣訪問 這個事情 在事前 拜登已經跟這個 習近平通電話 他們這個通電話 本來是早就在安排的 因為他們十一月要見面 希望在見面之前通過電話 這個是拜登需要的 因為拜登現在在美國本土 內部的他聲望很低 他需要有這麼一個動作 跟中方做一些交談 把他這個在美國的地位提升一點 但是中國一直沒有理他 所以我們一直不知道 這個電話什麼時候舉行 結果佩洛西這個事情出來之後 突然可以了 這個擺得很明顯 是中國需要這次會面 這是電話談話 所以是二十八號舉行的 你還記得 那具體裡面談了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但是佩洛西成行了 對 那這個也顯示出來 他們事先雙方是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 互相的了解 關於佩洛西要來臺灣訪問 所以這後面這些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一個表演 是 我認為是這樣子 什麼樣的表演 就是佩洛西來這邊 來這個臺灣訪問 之前之前中共 中國裡面雖然不是官方的發言 包括胡錫濟這些人講了這些 這些這個很嚴厲的話 但是後來都沒有辦法實現 也不可能實現的 那是絕對不 絕無可能的 關於話講就是說 拜登也知道會是 大概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這個習近平也大概知道 什麼樣情況 所以這個楊榮文說 他們已經準備好開戰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曉得你記得不記得 佩洛西已經準備 準備要來的時候 還有那個中共後來要宣布 這個軍演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立刻就講話了 他說沒有看到任何會採取 軍事行動的這個跡象 這是公開講的 所以這個說雙方準備開戰 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 沒有準備就開戰的狀況 這個是絕無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 那麼他這次這個演習 就我來講 基本上就是一九九六年的 二點零版 加強版 經過了二十六年 中國的軍力在二十六年裡面 也有很長足的進步 這個都是事實 不能否認的 他現在設的這個六點 其實我沒有記錯的話 一九九六年應該也是六個點 其中兩個只是點而已 現在是等於是六個區塊 比當初大 對 那現在設的飛彈 有越過臺灣上空 有四枚越過臺灣上空 煤數比一九九六年 還要多一個 一九九六年是從 其實是從一九九五年到 九六年連續打了 總共十發 十發飛彈 那他造成的效果 是不是一樣呢 對不對 一九九六年的效果 跟現在的效果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在我看來就是 我認為就是一九九六年 一個二點零版 那麼他基本的作用 他就是要這個 嚇臺灣老百姓 撫中國老百姓 就是嚇唬人用的 就是嚇唬人用的 不過東平兄 你剛剛講說 其實這個 他們通電話之後 反正我就是拜登 我讓你習近平演這場戲 但是我大概也知道 你的能耐在哪裡 是這個意思 可是問題是現在演得 沒完沒了啦 這個是對臺灣啦 你看他這個軍演 選的日子是什麼 是培洛西離開之後才開始 對 這個長久以來 中國一直是這樣子 美國挑釁他很久了 美國從應該是一年半以前 甚至於兩年以前 從那個美國大選的時候開始 你記得不記得 那時候一天到晚再挑釁中國 對 美國的軍機常常抵禁偵查 到大陸沿海抵制偵查 他對美國一點辦法都沒有 對 但是就是拉臺灣出氣 這次是一樣 OK 一樣 就是把把這個事情 整個事情轉到臺灣來 想要嚇唬臺灣人民 但這次我認為他是基本上他是失敗的 臺灣老百姓也沒有被嚇到 完全沒在怕 但是他另外一半是成功的 我認為中國老百姓被他唬住了 這個也是他需要的 因為裴洛西的這個 這次來臺灣訪問 拜登講的沒有錯 在時間點上是不適宜的 對美國來講也是不適宜的 因為這個讓習近平很難看 他馬上要二十大了 所以他必須要在這二十大之前 做出這些動作出來 那這個這個演習本來是講說是七號 後來又演到八號 現在又講說是再繼續下去 他的著眼點也在這個地方 也在這個地方 那拜登其實對這個演習已經講了 這個上面寫得很清楚 他看不出來會有什麼 更進一步的動作或作為 美國的情報是很準確的 剛才我講過 在最早的時候 美國已經公開講 沒有看到任何軍事行動的跡象 任何軍事行動都有跡象的 不是說可以說打就打的 這個俄羅斯 我們講最近俄烏戰爭 俄羅斯打烏克蘭 他在那邊集結了多久 好幾個月 美國打伊拉克 也在科威特集結好幾個月 你中國不需要集結啦 要不要開戰 其實在事前一定是有跡象 一定看得清楚 這個是躲不了的 所以所謂這個開戰 這個是我覺得是只需物有的時期 有點太誇大了 而且如果是消耗戰的話 到底是對誰消耗比較大 國軍是怎麼樣在積極備戰 先跟各位說 美軍這次是大陣仗而來 但現在覺得寂寞了 為什麼呢 中國這次的一個軍演 現在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但中國的軍演被看破手腳 等下來跟各位說 為什麼軍演被看破手腳 現在才習近平 習近平大概是現在 確定能連任 但內心最寂寞的人 為什麼呢 中國經過了毛 鄧 江 胡 總共四代的領導人 然後到了整個毛澤東之後 說句實在話 毛澤東真的是大惡魔 中國文化大革命 前前後後 聯合國的數據 是兩千兩百萬人死亡 但全世界在估是 四千萬人到七千萬人死亡 後來鄧小平說 不能這樣下去了 中國久榮治水 久榮治水之後 各司其職 一人當兩屆 然後後面還規定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一定要整個中央 一定知道整個紅筒 留下來的子孫 為什麼呢 因為鄧小平說了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祖孫 不會爬我們的墳 想不到習近平爬了 然後習近平現在爬了之後 先跟各位說 大家都做兩屆 你也做兩屆 我也做兩屆 江澤民做了兩屆 胡錦濤做了兩屆 習近平現在要做第三屆 怎麼辦 他說這個大責任我扛 所以習近平說 中國跟台灣問題 不能一袋一袋的拖下去 2027終須一戰 那各位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空投支票嘛 對啊 什麼叫空投支票 就一直往後開 一直往後開 但現在重點是來到這個地方 射出已無回頭箭 現在是百萬的解放軍 花了十兆建軍 總共有450艘的戰艦 3500台各式的一個戰機 然後他現在呢 統獨戰和他現在推出來 然後呢 我說朱立倫這次真的是 陪了夫人又責兵啊 為什麼呢 朱立倫他不是說他是政治精算師嗎 然後呢 夏立言派出去了 同一個時間點 國家統一白皮書 針得出來 真的是這刀捅得真狠你知道嗎 那捅得真狠我們來說喔 他們中國真敢講 為什麼呢 軍演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放話不能停啊 中國現在說什麼你知道嗎 對面對美軍 解放軍不會贏 但面對美軍 解放軍就在一個地方會贏 台海 台海就會贏嗎 中國唯一打敗美軍的方法 各位就在台海 但我其實我可以告訴 中國的專家 其實你們會贏的地方是夢裡 不是台海 絕對不是台海 但現在的話 要把他講的 真的是要把他給講清楚嘛 但等一下來跟各位說 中國這是犯了什麼錯 但這是我們其實才知道 我們有防炮部隊在松山機場 我們有海軍陸戰隊 在做整個對空的一個警戒 我們有無人機 在跟肩的整個共軍 我們這次呢 其實 此次是要 我們有跟各位談論過嘛 按其事的跟法嘛 但先跟各位說 這不是打仗 這是要對峙 對 真正的打仗各位 真正的打仗雙方離遠遠的 你的炮我的炮對轟 你的飛彈我的堆彈對打了 各位這個才叫打仗嘛 那打仗打到現在呢 先跟各位說 台灣的聲勢不能輸 對 18號開始 18號開始 我們現在要把花東外海 從18號開始管制四天 你知道這幹嘛你知道嗎 要把情收船趕走 應該的 軍演結束囉 情收船還沒走啊 還沒走啊 還有四艘情收船 目前在我們的花東外海 我們換下一張喔 所以現在呢 現在跟各位談喔 中國這次呢 當然他一開始浩浩蕩蕩蕩嘛 對於中國來說 現在有一樣武器 是他們覺得這個時候 可以縮嘴的 這個叫遠火 遠方的遠 火氣的火 遠火火箭彈 這個是中國仿俄羅斯龍捲風的 遠程火箭炮 傳出已經要300公里囉 所以現在源頭打擊更重要了 但這次現在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 尤其你還記得嗎 中國他們打完了整個飛彈之後 精準打擊 他的飛彈超速要射幾顆 16顆嘛 16顆啊 日本說幾顆 9顆嘛 台灣熱山雷達說幾顆 11顆嘛 我問各位 他16顆一定是一開始 兵科科目已經做出來了 所以演習方要打16顆 可是呢我落點方 我的圖已經做好了啊 我北方掉幾顆 整個所謂的東方掉幾顆 南方掉幾顆 都寫好了對不對 那我問各位那五顆跑哪 是啊五顆跑哪去了 雅八啦 雅八啦 那雅八有幾個可能嘛 先跟各位說 飛彈是一個非常 怎麼講 非常科技的一種產品 它裡面呢 既包含了飛機 又包含了導航晶片 又包含了火藥 又包含了推進器等等的 所以飛彈一開始要加壓的時候呢 不管是液態 還是固態 它一加壓 加壓完之後 它的電池包 砰打開的時候呢 它那個電池包 就相當於我們開電腦那個電源 它那個電池包呢 維持的時間沒有多久 幾十分鐘而已 然後那個電池包 可以讓所有的晶片都能夠運算對不對 現在重點是 它的到底貨有沒有打開嘛 為什麼中間插五顆 然後中間插五顆完之後 美國的P8A來了嘛 美國的Howard Levinson的整個 所謂的戰艘船也來了嘛 那重點是 你沒上正主啊 你的正主是誰 大家要看的是 你的東風17呢 你說你能跳軌啊 怎麼跳 你的東風26呢 你的關島快地呢 你在哪邊 你說你的歼20 歼20在哪邊呢 通通沒有 通通拿不住證據來 然後他現在就說 我打完了 打完了 那這些現在跑哪去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說嘛 美軍大陣仗過來 連戰艘船全世界只有五台的 一萬三千噸 各位看到那個後面那兩顆雷達 天啊 這個船雷達為什麼會那麼大 他叫Howard Levinson 那來了 來的時候發現 你沒上正主 我的正主來了 你沒上正主不對抗 所以我們一直跟各位談嘛 飛彈演習 他說精準命中 139分鐘結束 這個中間有權力鬥爭嘛 那權力鬥爭中間在講什麼呢 這個不知道 但重點是 他說軍演結束了 真的結束了嗎 各位真的結束了嗎 美國說沒有 要小心 很簡單 我們來看喔 這是P8A對不對 P8A一直到昨天 還繞著東部外海在飛 那先跟各位說 P8A這個飛行一次的成本 是上百萬台幣以上 他從日本三折直接飛過來 在台灣的東部繞 繞完之後還要再飛回三折 他一趟路閒閒的來幹嘛 下面有什麼 下面有什麼 是不是有潛艦 是不是有潛艦 各位這是第一個問題喔 所以他說軍演結束了 那真的結束了嗎 美國人他現在用行動跟你說 沒有沒結束 但剛跟各位說嘛 美國所有的軍隊全部都出動了 結果呢 政主沒上對不對 對 日本要上政主了 日本要上了 現在跟各位談喔 日本是科技大國 他們的車工 他們的雷達 他們的整個所謂的電腦計算 是一等一的 但日本的憲法讓他們說 他們不能有軍隊 所以他們只能有自衛隊 可是你現在真的把日本給搞毛了 現在跟各位談喔近的跟遠的 日本人現在有危機啊 為什麼呢 各位還記得去年吧 去年中國一個人心膽膽的 沒什麼膽子這樣 拽拽這樣 俄羅斯走我們一起去 還記得嗎 去年十架軍艦給人家日本繞一圈 這是去年喔 所以就遠有遠的恩仇對不對 這一次飛彈掉下來 掉到日本的經濟海域啊 那日本的經濟海域 日本的移民直接娃娃叫 那現在要不要回 要不要做整個對抗 當日本人有危機感的時候 先跟各位說喔 日本的超高音速的飛彈就要誕生了 那過去美國這塊他是落後的喔 全世界中國很敢講 俄羅斯也很敢講 但俄羅斯這次的高超音速飛彈 讓大家發現不對嘛 他的告實飛彈發射出來之後 打了一個公共廁所 大家想說你在幹嘛 沒有人看懂嘛 那現在如果日本有了高超音速飛彈的話 先跟各位說喔 日本距離整個渤海灣 中國的整個情報中心 跟整個政治中心在北京 對在中南海 他過去二十分鐘就到 二十分鐘就到了 因為六倍因素 因為六倍因素嘛 二十分鐘職工到整個 你中國的核心地帶 你把日本給叫醒了 對你有什麼好處 那我們再來看喔 現在就天下為中 為什麼天下為中呢 裴洛西說 目前的中國不能夠放任他 不能夠放任他 一直在為臺灣 對目前拜登說什麼呢 要重新對整個中國關稅 要做整個重新調整 為什麼呢 你亂打臺灣嘛 你亂下臺灣嘛 這個要取消 加拿大用頭版權業說 雖然臺灣遭孤立 人堅守民主 葡萄牙的國會直接說 要讓中國停止對臺的一個挑釁 中國這樣子搞老半天 搞到最後呢 只能叫誰 叫夏立妍來嘛 然後叫來之後呢 先跟各位說 有放過他嗎 沒有吧 他的自媒體說 你們現在夏立妍來了 然後朱立倫的大舅子也來了 這個是來幹嘛 來賠罪 自媒體直接說的 這不是我們說的 自媒體講的 他現在你去的之後呢 找不到人來下跪 找國民黨開刀 各位 這個就是共產黨 然後重點是 居然還有一個笨笨的國民黨 去到那邊 已經要賠罪了 還不行 人家要他跪 那這一場跪或不跪 朱立倫要好好想